在最新一期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吴欣在拉票环节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复活小组中的每个姐姐都有自己的拉票环节 吴欣是最后一个 她演唱了快乐大本营的主题曲 吴欣自称是快乐大本营的小妹妹 人狠话不多的那种 她到浪姐的舞台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没有唱歌跑调 我没有肢体不协调 我什么都会 最后一句什么都会遭到网友曲解热议 一度登上热搜 此后吴欣发表声明解释 承认她的早期阶段表现实际上并不好 唱歌和跳舞都不行 到第五次公演的时候 唱跳好像都行了一点 所以拉票的时候说我什么都会 吴欣说她在浪姐的竞争 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任何努力都应得到尊重 吴欣还说想演唱完整版的拉拉歌 但是时间有限 不过也圆了她带着快乐家族全员鼓励 助力她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梦想 吴欣不是谢娜 她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她是主持人出身 在2006年获得闪亮新主播亚军后签约快本 一主持就是14年 她参加过综艺节目和电影电视剧 但她们与唱歌和跳舞无关 作为快乐大本营的小妹妹 吴欣本人很害羞 而且存在感比较低 很多人在潜意识里认为她做不到 幸运的是 吴欣咬紧牙关参加了浪姐 并向所有人证明了她可以做任何事 吴欣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